台东市区日前传出有民众 在太平溪旁的工厂水沟内 发现了绿裂溪 这也是台东目前第十一起 民众发现绿裂溪的案例 生态学者研判 应该是绿裂溪走失 或是遭到了弃氧 因为绿裂溪属于外来种 随意放生将会导致生态的浩劫 因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不要恶意的弃养或放生 有民众在靠近太平溪旁的工厂 发现了一只绿裂溪 立刻拿出手机进行记录 并准备通报相关单位时 却让绿裂溪趁机逃跑 而绿裂溪是属于外来种生物 虽然主要食物来源是以植物为主 但仍会对原生的生态造成破坏 目前台东已经有十一起的募集案例 而生态学者也表示 该只绿裂溪应该属于民众弃养或走失 目前正在积极的寻找当中 最近有发现第十一起的绿裂溪的野外的记录 然后民众发现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地方晒太阳 然后我们当下就有通报 台东领馆处跟台东县政府 去做后续的处置 那我本身在这边已经寻了好几天 其实就一直都没有发现 这只绿裂溪的踪跡 研判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 试主饲养逃逸 或者是被人家弃养的可能性 那因为这地方开阔地形 隔了过去就是整个太平溪 那其实他如果跑到这个地方 要再找到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比较担心的是他会在野外 如果两只弃养的一公一亩的绿裂溪 如果刚好不小心碰到 会延伸野外族群 这个会造成农损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 但学者也认为绿裂溪在水中也能快速移动 再加上附近的环境十分适合躲藏 要找出这只绿裂溪十分的困难 第一个这里的草很长 也有一些树 然后它在太平溪的旁边又有灌溉的大牌 其实对它来讲 躲藏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环境 然后绿裂溪它会跑进水里面 它在水中也是可以潜水或者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它一旦跑进了灌溉沟举的系统里面 其实就非常不容易再找到它了 绿裂溪在国外虽然是属于瓶临绝种的生物 但在台湾因为没有天敌 随意放生或弃养都会造成当地环境遭到破坏 因此也特别呼吁有饰养的民众 切勿随意弃养或放生 以免造成生态浩劫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